刚刚其实我们也小小聊到了一下晶片 其实对全球来说 对现代人类来说 晶片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污渍 因为它某种程度上 也驱断了下一次的工业革命 当然就是人工智慧了 这个马斯科就说 其实他认为说 什么时候AI会比人类还聪明呢 他认为说这个日子马上就要到了 他说在明年年底之前 比一般人还要聪明的AI就要问世了 还有呢在未来的五年之内 通用AI的能力可能会超越全人类 但是他也认为说 你要达到这样的愿景 这样的目标当中一些非常重要的配套 还有关键必须要来做到 第一个就是晶片 再来就是电力 因为他认为说 在2023年出现了微晶片供应吃景的状况 另外呢在2024年 也是今年的时候 电力供应将会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 但是他本人还是非常看好AI商机 他自己也大量的募资加码 他有意在美国中东香港募资数十亿美元的资金 就是希望来跟OpenAI来互相较劲 但是或许他这样子发展的方向转换 似乎自己有一套见解 因为以特斯拉电动车的状况来说 似乎并没有太过理想 他认为说如果在今天没有设置 严格的关税壁垒的话 很难挡得住中国大陆的电动车 因为他认为说 中国大陆的电动车 制造商竞争力将会来到世界第一 这也会是特斯拉非常严峻的挑战 再来刚刚提到晶片 其实现在晶片是一个全球非常重要的战略物资 台积电到了美国去 而现在呢他们最新拿到了加码的溢注 美国商务部宣布直接补助66亿的美元 给在美国的台积电 在亚利桑那州要建立第三座台积电的晶圆厂 前年亲访台积电亚利桑那厂 美国总统拜登拉拢台湾护国神山 现在打算再给钱加码盖第三座晶圆厂 台积电获补助高达66亿美元 额外50亿美元低利贷款 共计116亿美元 华府如此积极 原因就在这 半导体供应链拉回美国本土 但为什么台积电布局特别选在亚利桑那 多年前就有高层透露 主因就是投资选择多寡和紧邻供应链 美中贸易争端促使台积电加快设厂脚步 去年敲定德国厂 今年雄奔厂也开幕 上周六日本首相岸田文雄 亲访和台积电总裁魏哲嘉会谈 台积电俨然成为晶片制造日不落帝国 台积电的海外计划 不少人忧心冲击台湾晶片制造竞争力 不过对于赴美盖第三间厂房经济部强调 本土仍维持产能八到九成 台股周二再创历史新高 台积电早盘带头冲高 股价冲破800元 不少外资纷纷看好台积电攀登千金股 TVB的新闻总导 再来回过头来关心到我们全球的气候 你会发现说这个月真的好热 而且其实在全球来说三月份也是史上最热的三月 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呢 他们就发现说在今年三月份的时候 全球又在突破新高温来到了14.14度 而且呢如果算下来已经过去十个月 每个月都是创新高 所以说相较工业革命之前 其实已经升温了1.68度 已经来到了非常危机的门槛了 而且如果你在看 其实在过去的12个月 有记录以来的最热12个月 跟工业革命来相比的话 也上升了1.58度C 甚至连海温来看的话 不止地表啊 海温的温度也是非常高的 来到21.07度C 再破了新高记录 如果在这样子持续有越来越多的 这个水蒸气在大气当中的话 很有可能造成天气不稳 也就是说大家看到洪水啦 或是有更多的天气灾害等等 暴雨等等 其实都有可能越来越长出现 甚至未来的台风 可能也都会越来越强 所以双关的专家都说了 如果现在异常的高温 在今年8月份之前 没有稳定下来的话 地球将会进入到了未知领域 这个未知领域听起来当然很玄 但意思就是说 恐怕会到人类没有办法控制的情况 当然天后的变化 对我们的生命财产来说 也会是一个非常严重的一个危害 但是其实我不知道 在这个今天凌晨的时候 大家有没有守在网络上 就要看这个日全食 当然以美国来说是非常行 因为这次的日全食 横跃了15个州都能看得到 所以很多人统统跑出门 要来看这一次的天文奇迹 因为下次要看到 就要等到2044年了 但是如果没有出门的话 其实很多人也都在网络上看 出估这个线上观赏的人数 就来到了上千万 官方统计也有500万人 美国时间8号下午 从德州中西部到东北 随着日食脚步 各地惊呼赞叹声不断 2024日全食 是北美洲史上最多人观看的一次 前后共一小时40分 横跨6500公里 只要天气好 几乎每个人 至少都可以看到日偏食 让开日食 几乎成为全美全民运动 这次日食 从墨西哥太平洋沿岸开始 墨西哥海滨度假城市 马萨兰是第一站 不少人涌入当地 NASA美国太空总署 也派代表团前往 海边几近无数人在艳阳下 撑着阳伞等待 太阳光完全被月球遮住的时刻 墨西哥总统罗培兹欧布拉多 也特地把例行记者会 拉到这里举行 之后也戴上桃红色眼镜 一睹难得的日全食景象 之后日全食往东北方向移动 横跨全美15周 在阿肯色州 超过350对新人 在日全食这一刹那 许下一声的承诺 看到太阳 月亮 地球连成一线 大地暗黑瞬间 有人喜极而泣 寄进印第安纳州赛车场的 数千人当中 也包括两位前太空人 俄亥俄州克里夫兰 则是自1806年以来 首次迎日全食 时间还刚好卡到 职棒大联盟守护者对上白袜的比赛 赛事因此推迟两个小时 期间开放球场让民众入内观看 美国东北新英格兰地区到加拿大 这天幸运的晴空万里 能清楚看到日全食 不少地方都出现追日车潮 达美航空的特别航班则是带乘客 飞到三万英尺高空观赏 今年日全食最长4分28秒 超过七年前的2分42秒 在纽约市仅能看到日偏食 高峰在当地时间下午3点25分 遮蔽了89% 纽约中央公园也涌入不少纽约客 坐在草坪上等着看日食 CN主播库珀则是抱着儿子 在自家顶楼观看 美国总统拜登也在社群上贴出 他戴上眼镜站在白宫露台的照片 还特别提醒别傻了要注意安全 似乎在取笑七年前前总统川普 被拍到没戴眼镜 只是日食的错误示范 不过要看到完美日全食 还要看天宫做不做美 估计百万游客蜂涌 宣布进入紧急状态的 加拿大尼亚加拉区 结果尼加拉瀑布周边 因厚重云层 没能看到完美日全食 我没想到 你只能看到它变暗 那是我们看到的 因为它被盖了在晴蜂 因为它全是晴蜂 整天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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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是我们幸运 今天天天天天 守候多时的记者有点气 而不明所以的动物们 有的不为所动 德州达拉斯动物园的红鹤和企鹅 则仅仅靠在一起 呈现夜晚安全姿势 日全食当下不见天日 最多让气温下降 超过摄氏5度 NASA也特地在日食前后 派出飞机和三枚探空火箭 进行科学观测 解释问综合报道 TVBS的新闻直播 回到YouTube频道了 提醒您 每周一到周五的晚间7点到9点 由新化主播为各位新文化重点 记得一定要来参加直播